在高雄市有一名成姓的高子生 跟兩位同學 他們到了曾文水庫去戲水 三個人相約的是要游泳到 一公里外的情人公園 不過兩個同學因為不守水性 踩離岸500公尺 他們就放棄了再折返回來 不過另外第三個陳同學 他自己認為說他的勇姬非常好 就解開身上的浮板 沒想到才游了30公尺 就溺水沉到水底了 而消防人員是來回的搜救 找了12個小時才找到他 陳姓高職生的同學 緊張的將溺水地點告訴消防隊員 距離曾文水庫岸邊500公尺 消防隊員展開救援 消防隊員定位搜尋12小時 才在水下15公尺處 發現陳姓同學 但已經回天乏數 這一名逆者就是因為游泳性 泳技比較好 然後他就是為著這個救生衣 他僅帶一個浮板 然後在游泳的當中 他又浮板又把它脫掉 就讀高職一年級的 陳姓同學和兩位同學到 曾文水庫細水 三人相約要游到一公里外的 情人公園 但兩位同學不會游泳 穿著救生衣 才離岸500公尺就放棄折返 不過陳姓高中生 自認泳技嘉 解開身上的浮板 沒想到才游30公尺 就虛脫無力掙扎逆水 曾文水庫屬於民生用水的重要水域 本來就規定不能細水 誠信高中生逞强逆 賠上寶貴性命 最難過的還是他的家人 總連希望侯國文 張玉鑫 嘉義報導